由一套figure的題材 以致發展成一個穿越的故事 說的是大家期待了很久的 就是這群美女 《艷良幻夢譚》的幻想金評梅 真是可謂SkyTube和Tony老師的名作 最初因為主題《艷良幻夢譚》 而設計出平儀金蓮和春梅 這三位金評梅的女主角 金評梅之後當然輪到《紅柳夢》 所以推出了《代獄》 以及即將發售的寶差 Tony老師和他的團隊見了這麼多美少女 當然想將他們聚首一堂 但出身於不同的作品 如何將他們合在一起呢 這就是他們的《艷良幻夢譚》 《同仁志》的開端 方法就是玩穿越 還要玩VR化身成V-Aventa 即是一個虛構世界 即是喜歡做甚麼都可以 而故事背景 發生在若干年後 這個世界終於發明了 這個全式影像和體感技術 即是網路空間和現實世界 不多不少就可以接觸到的時代 娛樂方面 當然會有V-Aventa的出現 而《艷良幻夢譚》 就是這群V-Aventa 互相交織的故事 如果對故事詳細背景有興趣 或者可以找一次Live講述一下 由創作Figure 去到故事的描述 甚至為何到現在還沒有新進展之類之類 我們都可以講一下 不過這次先講Figure 其實也不用再詳盡介紹每位的造型了 這次主要是講講每位的重點 看到這個系列的外盒 由最初分兩層色的設計外盒 演變成一個大賴窗口 即是多著重設計 因為這個是第一盒出 當然比較單調 他們每個人都有配襯的顏色 代表花和專用的樂器 我們就由平兒開始講起 因為她是金靈梅系列第一彈出的 先來台座 平兒台座用了玉石風格的圖裝 暗綠色 再加上花上有一些玉石內層的顏色 細心看 其實她的塗裝上是有畫了玉紋出來的 平兒黑色的長頭髮 其實是用一個透明部件的塗裝出來的 穿著白色為主的迷你旗袍 再加這個黑色很薄很透的迷你裙 旗袍上面就印了一些藍色的某單圖案 到底是用手按著裙子的走光 還是用手揭起裙子呢 這個想法就是一線之差 她的代表樂器就是一個古琴 真是裝了空屬線的古琴 還有一條漸變式的 即是流蘇的裝飾 其他的配件呢 還有一塊替緩的臉 一個替緩的胸 一隻替緩的手 另一個旗袍的裙子 還有一個下身 還有一個很絲襪的小道具 絲襪對於打格仔 Tony老師對平兒的設計概念 就是這個黑髮戶 還有白色的China Mini 即是這個迷你旗袍裙 就會給人一種清楚系的印象 白色再加上藍色就是青花池的印象 即是旗袍的圖案 她就說最近普遍的畫風 都是一篇複雜的線條 反而簡單的設計就會給人印象 其實我覺得她的設計 有點像這個Shining系列的黃白龍 又是黑白淺藍色的超短旗袍 不過黃白龍一看起來 就會覺得她是一個很強悍的角色 剛剛跟平兒完全相反 不過平兒也有強悍的一面 真的看不出 就輪到今年了 今年的台座就是古銅風的風格 黑色台座 金色花樣 真的很突出 今年她金色的長髮 是用了珍珠色的塗裝 原來她看後面 才發現原來頭髮閘起的塗裝 是特別長的 有很精緻的細花紋的金色內衣 外面穿著一件頭的長身的開控旗袍 上面印著了一些金色的花的圖案 這些花是一個月桂的品種 其實跟玫瑰很相似 旗袍尾部透出了一些深紫色的光 這條旗袍的重點 其實就是在後面 就是這個屁屁的位置 就是開了一個洞 真的靜大光明地表露自己的態度 而她代表的樂器就是琵琶 琵琶應有的細節也有做出來 樂器上面的木紋 哇 多好 亂真 她的其他配件 就是一塊替換臉 一個替換的胸 有一對替換手 還有一個替換的下身 還有一塊金色螺旋龍紋的雙子棍 果然今年文武雙傳 今年的設計 其實就是想創作出一個好像一個BOSS 一個妖艷的角色 黑色的旗袍 再加金髮 配色就符合以上的條件 最在意的就是旗袍在屁屁的位置開了窗 所以成為了一個奇怪的特徵 因為做FIGURE的時候 即是TONY的團隊 第一件事想到 到底一件長的旗袍 都想前後都有東西看 怎麼辦 所以在後面的位置開了一個洞 最初他們還以為粉絲會覺得這個設計很下流 最終也很開心 知道粉絲們都很喜歡這個設計 他們團隊的其中一位成員 也為他發起的設計感到自豪 好啊 的確這一下真是神來之不利 經常都很想拿一隻手去摸牠的屁屁 有玉石有古童又怎麼少了陶瓷呢 各人都佔了不同的藝術範疇 春梅就是用一個粉紅色的房陶瓷底座 春梅的頭髮上面 就沒有特別的材質或者塗裝 不過就扎起了 有個計 只是這樣 有幾條漸變色的絲帶 就增加了那種飄逸的感覺 而設計呢 是三個之中 最有特色的 Tony式中華羅尼塔峰 圖案當然是桃花 加上只有它有的掉物帶 還有漁望過生物 很愛得來 也會帶點狂野 所以樂器有四支 除了中式樂器之外 還有一支是木銅笛 這個時候就很想說一句 木銅瑤梓恨花串 其他配件有一個替換臉 有一隻手 然後有一個是裙子中間的擺 當然有一個下身 還有一些特別一點 就是有一包水貼 新玩法 還有湯然是代表的樂器 一組四支打直 打環也有 還要連上台座吹奏大全套 沒錯 春梅的設計就是想帶出 有浩洞又嬌俏的美系角色設計 還有Tony獨有的Tony式中華羅里塔風 特別之處是只有後面才有沙裙 所以看到只有後面是拱起的 所以就會變成整個造型的核心 而且一眼就會 你一看就會看上去裙子 最初他的設計就是想春梅拿赤白 但最後還是決定有一個直笛 因為這是團隊的私心嗜好 其實整個有這麼多笛 人只有一把口 那麼多支笛又怎能吹得完 哇 大家最期待的時間了 終於集齊了三位的時間了 平易在這邊 春梅在另一邊 兩位都是一個貴的姿態 而外表看上有女波士氣場的金蓮 當然在中間花枝招展 何等美麗的一個畫面 三朵不同風畫的花互相揮影 柔情、艷麗、奪木 又不會搶走大家的風頭 至於將它們轉換形態的話 可以比美做一幅 充滿唱片器式的圖畫 這麼多東西看 焦點都不知道看不得好 它們看來有很多玩具 至於它們玩具的玩法 甚至乎在互相交換利用都可以 隨你口味變滿 其實自己亦可以加少許配件 增加那種趣味性 例如好像加一個屏風 在屏風的後面 隱藏著一個私密派對 至於打開屏風 便會像炎梁幻夢談故事的 序章所形容 在這個遠離現實世界的庭園中 傳出少女們的演奏 時而高昂 時而哀傷 少女們互相交織 會產生了什麼的音色呢 網絡和VR時代的少女物語 就是這樣展開 這個系列是普通的形態 再加上特別形態的配件 基本上就等於買了1.5個畫面 隨時怎樣配搭都可以 要上還是下 當然全都要 幻想金瓶梅真是迷倒眾生 幻想金瓶梅之後推出的 幻想紅樓夢都不會錯過 去年已經推出了第一彈的待遇 當時寶差還是監修中 一年後的今天終於出了預訂 如果想一起集炎梅幻夢談的角色 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這次應該算是第一次一口氣 介紹了這麼多款的模型 亦算是補完系列的介紹 當然還有補差的時候 到時再補完多一點幻想紅樓夢 下次又看看有沒有什麼系列 又可以補完又介紹 這次介紹就到這裡了 記得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Bye Bye by bwd6 b